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李璐 今天是2020年的12月4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民进党当局对黄之锋等三名港独分子 背叛入狱说三道四 国台办回应 台盟十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 台媒称美国会达成国防授权法案共识 重申所谓对台支持 民进党当局证实 日本非常关切核灾区食品进口议题 朱内藏大战之后 台立法机构禁止带动物内藏进入议场 接下来就用到今天的详细内容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号答记者问 针对有记者问 民进党当局对黄之锋等三名港独分子 背叛入狱说三道四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维护香港法治 民进党当局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再次暴露起乱港谋独的真面目 叫嚣远港的虚伪 打民主招牌的伪善 再次证稿 民进党当局立即锁回插手 香港事务的黑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三号 在北京召开 会议主要内容是 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 听取并审议 台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 2020年工作报告等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代表台盟第十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苏辉在回顾总结工作时表示 一年以来台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以及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仅扣三抓两促一提声 全盟总体工作思路 以抓山入建石校为全年工作主题 迅速响应大局所需 务实因应发展所向 积极呼应两岸所判 充分展现出建行四心 担当三好的新风貌 苏辉讲调 明年我们要把洋优势展思路 作为全盟全年的工作主题 坚持发扬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深入发扬工作优势和机制优势 充分发扬党派优势和履职优势 通过解放思想 延展思路 推动履职再创新贸 要坚持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引领 推动台盟 在坚定四个自信上展思路 在夯实三抓基础上 展思路 在实现两次目标上展思路 会议还审议了台盟第十届 中央监督委员会2020年工作报告等 据台湾官方通讯社报道 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2号 针对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 达成两院共识 根据3号公布的摘要法案重申所谓对台支持 以及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 报道称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与军委会共和党团3号 分别公布23页与3页法案草案摘要 军委会共和党团的摘要称 国防授权法支持美国协助台湾发展具备必要 随时可用的现代化防务能力 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法案要求美国防部提出年度报告 说明阻止竞争对手对抗防卫伙伴的战略目标进展 据报道 法案还需要经过美参众两院重新各自表决通过之后 才会送交白宫 交由特朗普签署生效 对于这一消息 有台湾网友质疑 这是好消息吗 台湾是巨资购买二手军备 怪不得老美说 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最大的买家 针对美国通过多项旨在挑拨两岸关系的 所谓对台法案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明确表示 美国国会有关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对于美国持续扰动台海局势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曾表示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一切违背历史潮流 制造一中一台 分裂中国的图谋 都将受到包括所有海外华人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我们同时正告民进党当局 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所在 里而按人心所向 斜阳自重 永无出路 以武谋独 死路一条 台湾将开放 韩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仪式 炒得沸沸扬扬 那么如今呢 又传出民进党当局 明年三月份 将接力开放日本福岛五线市 核灾地区食品进口 综合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报道 岛内2018年进行的 禁止开放日本福岛五线市农产品 及食品进口投票案 有效期已经在11月底届满 针对核灾地区食品何时可以进口 台湾所谓的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 郭仲熙三号在台外市主管部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非常关切这个问题 目前跟日本保持窃密沟通 台湾卫生事务主管部门 食品药品管理单位 今年7月份公布 2019年日本食品检验报告 称福岛五线市核灾区的食品 均没有检验出核辐射 消息人士指出 这一动作是民进党当局 践踏核实进口的第一步 所谓的日本国会议员组织 日华议员肯谈会会长 众议员谷乌龟斯 稍早接受台媒专访时声称 科学上已经证实福岛五线市 食品是安全的 日本民众超市购买食用 都认为没有问题 他们盼望台湾相关人士证实 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王美花 今天在台立法机构受访时 被问到 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议题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讨论 日方对此一直很关切 媒体追问他有没有压力 王美花表示 当然会有 台卫生事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陈时中今天也被问到的时候 坦言 日方每次都会在谈判时提起这个事情 是经常信的 台湾是否会将开放 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的消息 再次挑动 岛内民众的敏感神经 台湾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前几天看到绿媒正论节目 开始带风响 我就觉得台湾人吃日本 核食不远了 台湾人的健康是这么的微不足道吗 还有网友批评民进党当局 抱完美国大腿就开始抱日本腿 并讽刺台湾人狠见 来者不拒 台湾立法机构上周五上演猪内脏大战 创下一时抗争的又一新手法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可能考量未来呢 还有来猪朝野攻防 台立法机构秘书长林志佳三号 发函各党民意代表 要求禁止带动物内脏进入异常 台湾明年的元旦将会开放 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美猪进口 国民党团多次在台立法机构发起抗争 要求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为莱猪政策道歉 10月27号 蓝绿阵营上演全武行 苏贞昌在猪内脏猪油血水齐飞的腥臭味当中 突破国民党第13次抵制 狼狈仓促完成施政报告 据报道 台立法机构所有民意代表 党团三号都收到通知 称为维护一场安全和秩序 参加会议时不得携带麦克风 竹竿 棍棒 喷漆 蛋类 汽油 刀蟹 武器等物品进场 通知中也特别点出 开会时切勿携带水球 面粉 蛋类 汽笛 喇叭 及动物内脏等物品入场 被点名的物品几乎都是 近来国民党为抵制台监察机构人事案 苏贞昌施政报告而采取的手段 台湾网友对此纷纷批评 这些只有绿营能带 其他人不能 一个不守规则的政党 搞一堆规则来限制其他人 也有网友表示 不能带内造 那么就带猪头给那些官员们 带在头上 带来季喷给他们享用 莱猪进口争议 在岛内持续延烧 那么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抵制 嘉义县议会与半议员联署修改 食品安全管理自制条例 猪肉不得检出 以形受体素受肉精 定期会结束 副县长吴荣辉 召集卫生局等相关单位 完成食安自制条例修订 张化县除县议员提案 维持受肉精灵减出之外 县长王惠美强调 学校的营养午餐 绝对禁止使用萊猪 一旦发现将永不征用 以上就是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